全世界最危险的八家酒店 第一名半夜上厕所 千万要小心 读万卷书 行万礼物 世界这么大 谁都想多出去看看 随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数量激增 大大小小的酒店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酒店设计师为了迎合消费者们的需求 使出浑身解数 在酒店装修和配套设施上 花尽了心血和努力 但与此同时 有的酒店却选择了另辟蹊径 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看看全世界最危险的八家酒店 他们有的翻身向下 就是万丈深渊 有的则是荡漾在鲨鱼海域的上空 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鲨鱼肚子里 但即便如此的危险恐怖 这些酒店却天天爆满 危险的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第八名 坚锅塔酒店 这是一家位于大西洋海面上孤独的酒店 因酒店的形状酷似坚锅而得名 在这里 入住要千生死状 四面环海 方圆百里不见人烟 立在几十米的空中脚下的地板 却时常掉渣 在这里经常会有狂风吹拂 巨大的风力能让人关门都费尽 海中还有鲨鱼 要是一不小心掉下去 凉凉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这里离最近的海岸有55公里 一旦有什么事再遇到恶劣天气 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临 这家酒店的前身 其实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座灯塔 一直为远航的船只指明方向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 灯塔还被改造成了钢结构 在接下来的20年 同时作为警卫队学员居住的宿舍 不过 随着GPS技术的出现 人们逐渐不再依赖灯塔 被废弃的灯塔 最终被一个美国人 花8.5万美元收购 翻新后打造成了 现在这座拥有8间房间的酒店 不开玩笑 如果你想去这家酒店体验 还得不走寻常路 因为这里只有乘坐直升飞机 或者轮船才能到达 在这里 白天你可以潜水 钓鱼 玩飞碟 打台球 在停机坪上享受日光浴 到了晚上 还可以看美丽的日落和灿烂的星空 不过 你也得做好被飓风袭击 鲨鱼环绕的准备 不知道这样一家危险 遥远却富有乐趣的酒店 有没有吸引到你呢 第七名 起重机酒店 想知道 在起重机中 睡一觉到底有多酷 那你可要来这里体验一下 这家位于阿姆斯特丹爱和河畔的 法拉达起重机酒店 能满足你的所有期待 这家酒店地处繁华区 周边的旅游景点 剧院 商场等应有尽有 整栋酒店高50米 总共只有三间客房 虽然房间少 但是每间客房 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 并且各种日常的设备十分齐全 入住的方式也十分特别 你需要搭乘专门的起重升降机 抵达你的房间 这种独特的上天体验 还是有点让人瑟瑟发抖的 不过在抖完过后 你可以在酒店的顶层 享受到最舒服的按摩服务 这里的每个房间 都可以360度旋转 足不出户 就可以看到河畔周围的美景 十分浪漫 也正是如此 这家酒店价格昂贵 同时也十分抢手 据说 你至少需要提前半年预约 人流量最多的时候 甚至需要提前一年预约 毕竟 世界上好像并不却有钱人 第六名 马卡尼亚野生动物旅馆 你想象和野生动物 童年共枕的画面吗 或许你可以试试 这家马卡尼亚的野生动物旅馆 它位于马蒂克维的近列区内 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数量庞大 超过一万只 拥有超过360个品种 其中包括非洲狮群 非洲大象和非洲水牛群 等出名的物种 在这里 你可能会看到松鼠从你的木屋旁越过 灵敏的猴子来偷走你手里的零食 成群的虎豹在不远的地方休息 这家旅馆的房间分散在森林的各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来到这的话 还是建议让酒店助理帮忙带路吧 不然你可能很难发现隐秘在森林中的玻璃小屋 这些玻璃屋的大结构是由全木质打造成的 在安装上厚实的玻璃 进一步拉近你与自然的距离 完全的沉浸式体验 在这里 说不定在清早起床的时候 还能看到几只大象就在你窗户外的丛林中进食呢 第五名雪松溪树屋 每次看纪录片或者看洞画片的时候 都会十分羡慕在寒冷冬天里 住在温暖树洞里的小松树 但现在你不用羡慕他们了 如果你不畏高的话 美国雪松溪的小树屋 就能给你提供离地50英尺高 但暖和的小房间 除此之外 这个地方的度假村 还有一座横跨于树林间的彩虹桥 看星星的天文台 和独特的螺旋楼梯 在舒适的树屋阁楼上 你还可以透过天窗 看到脚下的森林 以及尼斯夸丽山谷的全景 很是惬意 不过 前段时间 树屋官方发表声明 为了研发系列的创意项目 以及拍摄树屋的视频纪录片 暂时不再接受树屋过夜或旅游的预定 他们正在征集 曾在树屋居住过的旅客 分享在这里的回忆或故事 并考虑将他们剪辑到纪录片里 至于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开放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树屋的官网上进行查询哟 第四名 索尔维木屋 去不了雪松西木屋不要紧 接下来我们分享另一个 这个位于瑞士马特洪峰 东北面的索尔维小屋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小木屋之一 它屹立在马特洪峰的最高峰山腰上 海拔约4000米 这间小屋始建于1915年 所有材料都取自山上 当时只用了5天时间便搭建完成了 50多年后 小木屋被比利时一名商人内斯特 所谓重建修复 并且屋内还安装了紧急通讯设备 后来 它把索尔维小木屋 捐赠给了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 主要给登山爱好者和探险者 提供食物和休息支出 它的屋内大约能容纳10个人 欧内斯特所谓本人 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 他曾爬上马特洪峰的顶峰 当时之所以决定在高山山腰建造这间小木屋 就是想为像他一样的登山者们 提供一个歇脚之处 若遇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也能有个容身之所 而且在这里 你还能保揽阿尔卑斯山脉的一流景色 将千沟万赫尽收眼底 第三名 太空舱胶囊旅馆 这家外形看起来酷似太空舱胶囊的旅馆 已出生于都林的高山登山者 碧瓦口石瓦苏提的名字命名 就叫做碧瓦口石瓦苏提旅馆 它坐落于意大利博朗峰 海拔2835米的悬崖边上 同时也在弗莱宝斯冰川上 如你所见 这里地势凶险 周围环境十分恶劣 发生雪崩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过设计它的两名意大利设计师 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们不但让这个旅馆 可供12个人饮食和休息 并能够抵御大风雪 甚至雪崩 除此之外 这间小旅馆的太阳能板 充分利用了太阳能量 实现了接入互联网的功能 这对现代人来说 绝对是值得夸赞的加分享 通常来说 人们会选择乘坐直升机 前往这家胶囊小旅馆 因为 如果你要选择步行前往的话 可能需要在恶劣的冰川环境中 徒步四个小时 非常艰难 第二名 天空旅馆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这家 位于毕鲁库斯科神圣谷 悬崖边上的小旅馆 除了海拔高外 它的建造材料也尤其特别 主要采用的太空铝 和聚碳酸质等材料 轻薄却坚实稳固 整个旅馆看起来 是悬挂式的设计 由三座全透明的 胶囊型小屋组成 如果你不恐高的话 待在里面 或许就像居住在天空中一样 因为你可以直接看到地面 旅馆里除了完备的基础设施 还配置了四个换气装置 可以保证房间内 新鲜空气的循环 不过 住在这里 一定要拉上窗帘 因为秃鹰可能会盯上你 因为地处悬崖边上 周围崎岖不平 路况复杂且危险 如果你想来到这 需要借助当地配备的攀岩设施 或空中滑锁 如果你决定出发 记得提前了解清楚 相关注意事项哦 第一名 悬崖酒店 悬崖酒店号称世界上最危险的酒店 感觉晚上翻个身 就可能坠落悬崖 它就位于英国威尔士的蓬布罗克郡的一处 高61米的悬崖边上 它非常非常的简陋 酒店仅给你提供一张可升降式悬挂帐 这是一种为了方便攀岩者夜间在悬崖上过夜 而专门设计的帐篷 住客还需要自己携带睡袋 食物 这里连厕所都没有 如果想上厕所 只能回到地面上 但即使是这样 这家酒店的收费可一点也不少 每晚的住宿费可要350英镑 约和人民币3185元 酒店虽然看着简陋 但盛在风景都好 人躺在上面 一低头就可看见高空下汹涌的海浪拍打着礁石 看着就让人害怕 有风吹来时帐篷还会变得摇摇晃晃的 简直一绝 但尽管在这个酒店住得令人心惊胆战 但还是有许多爱好寻求刺激的人 排起了长队等待入住 虽然看着很危险 但其实它非常的安全 住客会被绳索固定在吊床及崖壁上 在入住前 酒店还会请专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就是这样的酒店 你敢来这里住一晚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以上这八家危险酒店 谁才是你心目中真正的第一名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